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人员已经有明确的消息 总决赛将于8月1日进行录制 全部姐姐回归 此外还会有飞行嘉宾驻镇 据悉今年邀请到了李克勤 蔡徐坤 黄明浩来作证 蔡徐坤是当下娱乐圈的热门流量 要颜值有实力 2018年参加偶像纪念类节目 偶像电视声 以第一名的成绩出道 成为了限定男团队长 2019年发行大热专辑样 浪姐四公跳的单曲样就是她的 2020年成为奔跑吧的厂主MC 并荣获了音乐盛典年度最具号召力歌手 最具影响力创作歌手 不管是她的音乐才华 还是国民知名度都很高 而且作为男团出道 她来助阵再合适不过了 目前有消息 确定蔡徐坤无法参加 本月28号录制的《飞腾校园》 是因为与助阵乘风破浪三的形成冲突 所以可信度很高 黄明浩也在18年参加了偶像联席生 当时以第四名的成绩出道 同年发行的首职个人作词 作曲并演唱的歌曲 凭借这首歌获得2018亚洲音乐盛典 最佳唱作惊人奖 2019年担任综艺 《密室大逃脱》的唱作MC 近几年黄明浩的个人发展非常不错 据悉 近期黄明浩IP显示 目前正在湖南 应该是在录制《密室大逃说4》 届时会助阵姐姐成团业 此外 对于姐姐们成团的情况 也有不少路透消息出来 这件往常郑秀岩队解散 队员将并入其他两队 在最新的消息中 明确的姐姐们依旧是三队 王兴林谈为为队各六人 郑秀岩队五人 决胜业将分为上下半场 上半场为第六次公演 下半场为揭晓仪式及姐姐们的表演 其中上半场分为三轮 分别是对抗solo站 合作solo站 队长打榜站 具体规则如下 下半场离揭晓仪式 值得注意的是 王继姐姐 以及淘汰的姐姐会在上下半场 穿插进行表演 此外 成团业没有团战了 按照以往的表现 以姐姐们的人气 以及观众喜爱度 王兴林 谭美维 郑秀岩三人 可以提前锁定成团位 毕竟排名一直靠前 而余文文 张天爱 吴景岩 Tunes 薛凯奇 同样有着很高的话题热度 加上两位带来不少惊喜的舞者 这届浪姐 可谓是竞争激烈 之前浪姐只有七个成团席位 据悉 今年会增加两个 将有九个成团位 网友预测的名单为 王兴林 郑秀岩 谭美维 蔡卓妍 钟星彤 余文文 薛凯奇 唐诗益 吴景岩和张天爱 二选一 不知道你怎么看 虽说浪姐三网评 两极分化严重 但热度确实有所回升 出现的舞台也不少 如佳人 星星点灯 野强威等 想回顾本季浪姐 精彩舞台的朋友 可以去当北音乐 听看 打开电视就能找到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 中文字幕——YK